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我们是收看这样的新投资 昨天那晚数创下波段新高 指数最高来到10882 成功扩增到1700多亿 昨天的量价的一个水准 我说已经批尽所谓 1800亿2000亿失控的量 但是从盘面 类股之间轮动的情况来看 这个盘还是很安全 还是很健康 多头的一个行情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除非成功维持在 1800亿2000亿一段时间 然后你看到是 各类股轮流下跌重挫 那才是一个多头结束的情况 否则目前的行情 你就持续的安心跟我来做多 所以你看到今天台股 有没有再度的爆量 没有 今天台股成量收到1200多亿 量缩还上涨31点 这个盘很强 这盘很健康 不用预设任何的高点 因为昨天台股来到 1700多亿的量人 这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新天亮 一亮线价型概念 昨天的高点10882 它当然不会是最高点 记起来 我举例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 今天 昨天创下新高 成下16万多张 跟台股的量价结构一不一样 是不是很雷同 昨天金店它是开高走低 我直接给你结论 它还有高点 昨天的金店 你又被下出场 我说 早盘不追高可减 但是下海是可以低阶的 下海是可以低阶的 因为它还没有走完 量线价型的概念 还有高点 下海是不是可以低阶 今天金店大涨4%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一个 专业的分析 希望每一档强势机油股 丁丁今年度的年底大作战 行情到的同时 你都可以跟我掌握住 它全部的操作流程 这流程就从代进到代出 都要我陪你参与 否则你恐怕 大波段的行情 变成小波段的操作 会得不偿失 今天这档LED的股票 我在11月4号告诉你 他回档五天收缴止跌 这是一个回撤的买点 很精彩 当时候为什么会回撤 因为逸光说要卖掉 他所有持股大概2万张 怕不怕 我说逸光持有的张数不到2万张 占不到今天股本的2%不到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 今天当天的一个成交量 6万多张 如果逸光真的要卖 一天就卖光了 所以整个行情的一个脉络 在利空发生的同时 我看到是利多 因为从此之后 金店可以拿回公司的主导权 对未来业绩营运 一定是增温 所以我趁他回档修正五天 出现止跌的信号 52.8告诉你是一个买点 站在买方 因为当时候融资是被吓出场了 散户又受到这个利空 砍在地板区 筹码很稳 所以52.8站在买方 隔天11月15号 平买一下55再低接 11月16号55.7 再买 连买三天 连买三天之后的今天 真的亮灯了 在他们的涨停满以前 我连买三天 我讲过这是我们普通会的持股 因为普会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这种金店100多亿的股本 那家一起进一起出 很好进很好出 又很好赚 不管你要买499张 还是多少张 一定进得去 也一定出得来 所以在低档区邀请你上车 连买三天 连买三天之后工掌停 对很漂亮的一个走势 昨天出现这样的一个星天亮 昨天出现这样开高走低的情况 你会不会担心 我问你 一般投资庙 应该都被洗出场了 所以昨天的一个金店 融资额大减5000多张 这你看到昨天的一个融资 下降的一个现况 所以筹码面对今天未来走势 相当的正面 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已经告诉你结论 既然出现这么棒的星天亮 它还有高点 昨天的高点67.3不会是高点 所以昨天的金店 沙下还是可以低接的 今天的金店大涨4.1% 而且今天的金店出现 拇指转折 转折有让走 不是向上就向下 这是一个向上的讯号 因为融资大减 从好非常稳 所以这样股票 当然还有空间 其实我们布局的LED股票 不是只有金店 我们其实还布局了另外一档 LED的个股 当时我是盖牌的 它今天亮灯 它今天还没有过高 等到过高之后 该公开的时机点到来同时 我自然会公开让你们知道 我以前的股票基本面都很强 市场上认同度很高 你只要第一个时间点来跟我布局 买在这个低档区 昨天上冲下期 你在担心什么 未来的波段要如何掌握 那才是重点 就像郁金光 今天 最高375.5 有点开高 走地对 我说这样股票 你要懂得低接 不要每次冲上来一小段 你自己买在375附近 那就不好 你先找盘 自己去追的 尾盘 掉到平盘 你一定短线会套牢吗 今天你买郁金光都不对 我讲了 够不够清楚 我给你的一个指示 是在低档区 它在铁板支撑 反复震荡的同时 我说越接近这个铁板 越站在买方 318你为什么不买 你为什么要买375 这样差了五几块钱 实际上差了五几万 所以你看一下 郁金光的一个架构 当时候10月31号 我不愿意其玩 告诉你这是铁板支撑的买点 第三季获利创下 七一年的新高 这些大家都知道 重点是10月份的营收 我认为比市场预期好 因为当时候传说 郁金光被退货 iPhone 8会卖得不好 但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绝对不是如此 所以符合干净的郁金光 当天最低31.5 这是一个铁板支撑的买点 隔天11月1号 我说第四季会不错 这种10月份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11 12月份的营收 在iPhone 10的加持之下 它一定是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11月1号 黑鸡板 逢低可以再接 11月2号 318 低接 加码买进 没有错吧 平卖一下 再加码买进 接下来11月8号 你看到10月营收公布的数字 根据你比较成长的是2% 这是一个利空出境的现象 所以隔天11月9号 黑鸡棒跌下来314 站在买方嘛 还是可以买啊 我说股价中间要反映 11 12月份的业绩 讲得很清楚啊 隔天11月10号 最低31.5在线买点啊 因为又接近铁板支撑了 是不是 所以11月10号 一样买在318 所以我给你会的一个操作建议 大概都是318附近做承接 铁板支撑的买点嘛 逢低站在买方啊 越接近这个铁板支撑 越要敢买啊 风险比较低嘛 是不是 这是当时它在反复打底的过程当中 我提供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 我再度给你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结论 毕竟光就是在反复打底啊 准备迎接11 12月份的业绩嘛 那业绩好不好 看昨天股价走势力就知道嘛 亮灯涨停35 8.5 从318到35 8.5 40块钱啊 所以我的坚持是对的啊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赚涨停板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的实力水准吗 我常常跟你讲 在一档股票还没有供涨停板以前 我都已经带领会员先 卡位先买好了嘛 这样刚才分析的经典啊 对 前天是不是涨停板 我上礼拜买在这边嘛 买完之后才冲出去嘛 浴金光也是一样啊 反复打底的过程当中 318很好买 买来之后走进涨停板啊 这才是专业的实力啊 所以证明我的坚持是对的 接下来的一个 郁金光 来到375.5啊 短线自己不要 胡乱去追高啊 因为昨天的掌停板 很多同意分析师 会拿出来摇旗呐喊嘛 是不是 所以整个郁金光的架构 我可以跟你讲 它其实还没走完 当下礼拜有低点 你要会跟我再度的低接 这我今天提供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行情在今年度第四季即将到来同时啊 其实已经正式展开了吧 什么样的行情正式展开 年底大作战行情正式展开 我说连金融股都在作账的啊 前天啊 这根大量啊 很多人说金融类股只有一天行情啊 你想太多了吧 你量价结构看不懂吧 前天的金融股爆量啊 也是今年度以来的一个最大量嘛 量线价型概念啊 金融股当然还有冲高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昨天的台股也是一样 一千七百多亿的一个水准 今年以来新天亮啊 昨天的高点 10882不会是今年度的高点 这就是结论 因为盘面的类股还在轮动轮涨啊 你看今天台股的一个走势力都知道啊 盘面各类股 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结构 所以你就安心来跟我做多 一档股票没有走完 我会告诉你如何中完整个完整波段 就如同亚光在上礼拜五 形态突破的买点 以及量价突破的一个位置 是一个很好的进场实习点啊 上礼拜五的亚光 形态突破买在120.5 买完之后涨了7.4% 这礼拜二亚光 它是一个强势整理格局 所以空手者121.5 再低接啊 再买 昨天亚光涨到129 今天亚光 小涨了 它还是一个强势整理架构 短线来讲 似乎不是很强 但是高姿态整理的个股 如果它基本面 是一个大幅度成长的一个结构 那未来波段走势 你就看得到 因为整个亚光 它的车控镜头 是双B跟TESLA主要客户啊 它的客户都是大咖的啊 大咖所带给它的业绩 绝对是非常正面 这是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一档股票 你只有对它基本面有深入的了解 你才有办法掌握住它的完整的波段 谁说分析股票基本面不重要 如果你对个股的插错 只凭技术面 大概都是短进短出啊 你不容易赚到大波段嘛 就是因为你对它的基本面 了解得够深入 是一个大幅度成长的状况 你才有机会赚完大波段的行情 就如同等一下要跟你分析的看控 今天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来到四十七 我们如何帮会员创造 一倍以上利润 等一下继续来跟你剖析 它未来的后事 就这样再回到前面现场 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东同步 值得托付 赢了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百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想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零件不打入区春线 零件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们到节目的现场 这档平盖股的康控 我们从三月份开始操作以来 当时的股价不到一百块钱 每次的大波段的行情 我都有掌握住 这档股票让我们会员的财务 翻了好几倍 光是十月份这一趟 一个月时间刚好一倍 来回顾一下 十月十三号康控 形态突破要冲出去 跟我买 买在二三四点五 买完之后 它上去之后回档 十月十八号再低接 平卖一下 二四三的康控 我一样再低接 什么时候卖 十月三十号 来到377卖 这样一买一卖 这样就76% 168块钱价差 卖完了康控 有没有接回 来到这个缺口叫支撑 十月三十号 三三七接回 很漂亮的一个低接动作 对 回档看支撑 这今年度同样 你一定要谨守的一个策略 股票如果上去 那一波段没有赚到没关系 当它回档修正 一定要买 那是你再度赚钱的一个机会 所以整康控 377接回 就这个缺口支撑 接回 接回之后他们冲高 冲高之后 11月9号达到跌停板 我说卖押不中 卖押不中 跌停板那一天 359.5再买 逢低再买 接下来创新高 446.5 那一天是涨停板的 分两匹解码 这我在11月15号提供给你 康控的卖出的一个资讯 低点买 高点要会卖 这是一个反市场逢低 乘接逢高卖出的一个 操作哲学有没有卖对 446.5 涨停板那一天 告诉你要卖 卖完之后 真的下来了 11月17号打到366 446到366 差了80块钱 当天我怎么跟你预告 我怎么跟你提示的 尾盘159张的一个特定买盘 已经进场了 所以该接回 我自然会接回 什么时候做接回 礼拜一 康控 395 接回 还记得礼拜一的盘式 我怎么跟你分析 大盘的一个架构吗 11月20号 礼拜一 大盘礼拜一跌37点 我说跌不下去了 跟上个礼拜四的盘式一样 大盘跌5点 回挡250点 这是一个低接时机 一样跌不下去 不然是上礼拜五 还是这礼拜三 都是一个很好布局的一个时机点 礼拜康控 395接回 当天收盘收394 我大概接回的位置在395 你去对时对价 接回 接回之后 礼拜三 昨天来到428.5 今天的康控 10点44分 以今天量的没办法过高 这当时我的预测 所以我告诉会员 440附近卖出 你看经过一分钟 10点45分 康控股价41.5 你再度对时对价 440一定卖得掉 然后我卖掉之后 基康控有创高 最高447 对 我要卖的同时 是因为看到它的量能 没办法过高 因为它已经再度出现 量价不对称 量价背离的现况 所以纵使它过高 也不会影响我的策略 该卖就应该要卖 今天卖在440 所以这一次的康控 从395到440 这样一买一卖 又45块钱了 买个十张45万 所以整个康控的一个尾盘 434 还是大涨一个架构 你会不会在一档股票 大涨的时候 选择站在卖方 问问你自己 我的操作 是不是逢低买 逢高出 你的操作呢 有没有常常犯的 最高杀低的毛病 最高杀低容易停损 低进高出容易获利 这一次的康控 真的还不赖 几天而已 从礼拜到礼拜四 四个交易日 45块钱 我落袋了 康控 我依然看好第四季的 它第四季的业绩 一定很亮丽 你自己来看一下 康控去年度 整年度才赚1块 1.52 你看看康控 今年度 第三季 赚几块钱 赚5.12 7 8 9月营收是很漂亮 你看到10月营收 在iPhone的加持之下 更漂亮 创架率也新高 所以10 11 2月份营收 会不会比第三季更好 所以整个预估 第四季的康控 EPS有机会赚超过5块钱 所以今年度的康控 要赚你股本应该不难 跟去年比较 只赚1.52 大概成长10倍 所以为什么股价 是如此的具有爆发力 你要掌握就是一档股票的业绩 是如此大幅度成长 你才有办法从3月份的康控 一路的 一路的跟我赚上去 我刚才讲过 如果你操作股票 纯粹技术面 短进短出 你怎么可能赚到一倍 11月份的康控到今天为止 这个绝对超过一倍 绝对超过一倍 如果从3月份开始计算 不想要翻了好几倍了 所以掌握一档 强势基本面的个股 接下来的 下一趟请跟好 请跟好 因为整个一个康控 目前很多投票 认为他涨很多了 很多投票是不敢进场的 所以接下来我的康控 我可能不会持续性的 常常在电视当中跟你做追踪 但是如果你手中持有康控的 或是你想跟我操作这档平概股的 直接打电话进来 我直接带你操作 好不好 这是我们面对康控 第一世纪业绩 仍然看好的未来的行情 所提供给你邀请函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建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该一卖的 我就会带你卖 包括昨天台股 创价波段新高 我是不是卖了很多档股票 上礼拜四 这礼拜一 都是一个布局股票的时机点 这叫低阶 昨天我利用台股创新高 该减码的个股 我一定减码 昨天环球金四百四卖 这样一买一卖 八十二块钱落袋 昨天的中美金 八六点五卖 没有错吧 第一档买的 高档就跟我出 昨天的木得 一百七十九再卖出 三趟的操作完胜了 零失误 从六月中旬 这一波最好赚 七十几% 这第二波 这第三波 这样累计报酬率 有没有一倍 你是会应该很清楚 昨天的尼克森 五十二卖 从三四点二到五十二卖 这样一买一卖 五十二% 超过五成 所以今年度 绝对是一个大多头行情 你要如何成为赢家 好好的跟随 庆隆老师的赢家三部曲 你看下这档尼克森 当时候我要买进的同时 我会没有先给你做预告 我规划好一档行情跟你做预告 接下来我一定会坐实执行买进的动作 最终获利下车嘛 你自己来看一下 当时候尼克森怎么跟你规划跟预告的 十一月十号回档下来把握低接 当天最低三四点二 我什么时候做执行买进的动作 十一月十四号 三四点二直接试驾买 买嘛 买之后 十一月十七号涨停 十一月二十号 再度亮灯 十一月二十号第三根涨停 昨天礼拜三利用大盘大涨 它正乖力过大 五十二附近卖出 十点二七分 当时候尼克森的价位 在五十二点二 你自己对时对价 昨天尼克森五十二一定卖得掉 这是我昨天利用台股 大涨的时候 冯高卖出我们的一个手中持股 低档买高档要会出吗 如果你到现在还是不会卖股票了 欢迎你直接加入我行业 我来边临带你操作边学习 什么是叫做高档卖股票 昨天尼克森卖在五十二嘛 尾盘杀到四七耶 这样高低点 诶 十拍 今天尼克森就开始不动了嘛 对 是不是开始不动了 所以昨天这个卖点真的不赖啊 是不是 所以整个尼克森的一个架构 就从低档区三四点二买 到五十二卖 这样五十二% 我们全身而退 所以既然昨天卖了那么多档持股 资金留下来 当然是准备买进下一档 第四季业绩成长性的基欧股 这档股票 第三季就已经大概赚了一股本 我认为法人圈会做账 这档股票其实法人圈 很喜欢操作 很喜欢买啊 所以我利用他今天回档的时候 带你站在买方 这档股票十月营收 今年度的新高啊 年成长率高达51% 强不强 昨天他突破警线 今天他回这警线 今天这档股票跌啊 黑黑棒啊 我邀请你站在买方啊 跌的时候买股票 是不是比较安全 风险是不是比较低 但是未来行情 它是会往上的 你看他的基本面嘛 十月营收是如此的漂亮 年成长率超过五成耶 法人圈的最爱 今天他黑黑棒跌 站在买方 未来的波段行情 我负责带给你 面对台股多头的架构 肋骨之间轮动 轮涨一个操板节奏 你如果想更进步了解的 欢迎你 打上广告中的资讯专线 就好是负责帮你操作 年底的大作战行情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网至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毫无增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尽在于通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固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送家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同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同固 拥有股票 骑货 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输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成都同固值得托付 赢个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暂时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